各位ce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市场分析员小涛我也来了 今天算是比较平静的一天 估计市场都在等明天 非常重要的adp小费能数据 包括10点钟更加重要的Joyce Index 劳动力市场空缺职位 然后接下去还有鲍威尔的一个发言 对于鲍威尔的一个发言 我个人的看法 仍然是坚持我前几期的观点 我不觉得鲍威尔会释放出任何一些 鲍威尔的一些发言 因为如果现在鲍威尔放歌 等于今年到现在为止 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了 那还有今天有一条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那亚马逊选择在今天举债 这一个举债的一个时机看似非常的随机 但是非常明显 那从亚马逊的角度来说 那他们也会觉得 如果今天选择举债或者明天选择举债 那今天举债的这个成本 可能会比明天举债成本要低 那么在几个月前 有另外一家大科技也是举债苹果 那今天我带大家去回顾一下 上一次苹果举债的那个时间点 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perfect timing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那当我们看到整个市场 那又开始有公司进行举债 或者说又看到有公司开始进行增发 那这背后的一个含义就是整个金融市场 相对来说比较的宽松 那么而宽松的一个金融市场 并不是现在美人处想看到 那么起码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 那么但是这个时间点非常有可能会在2023年 那么为什么说在2023年的 因为2023年 那么美联储内部成员的一个组成 将会进行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那这一个改变非常有可能会把现在 那整体比较偏阴的一个美联储 转变到整体比较偏割的一个美联储 那所以今天视频第一部分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 明年哪些成员将会失去投票权 那这些失去投票权的成员里面 那有没有包括我们熟悉的老鹰 那么boller或者小鹰 然后第二部分我们去去看一下 为什么亚马逊选择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去融资 最后我们一起去快速看一下 那么现在蓬勃对于11月份通胀的一个预测 那么这组数据今天刚刚出来 然后我们拿这一组数据去和美联储的一个 nocast去对比一下 然后我帮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nocast的这个预测 为什么会比喷勃的这个预测要高 好吧 那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各位ceo记得先点下你们轻轻的赞 那首先先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那文章的一个作者Anna Wang大家非常熟悉的 文章的一个标题 那么鸽派将在2023年对FOMC获得更多的支持 那首先我们知道 那么在美联储的理事会里面一共有七位成员 这七位成员的话每年都在投票 那么这七位成员一共分为鹰派和鸽派 鸽派的话有三位 然后鹰派的话有四位 那么这鸽派的三位分别为brainer 这是美联储的一个副主席 然后有Michael Barr和Lisa Cook Lisa Cook我基本上很少看到他发言 然后Michael Barr偶尔会看到他发言 这是三位鸽派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 他们每年都在投票 然后另外四位 那鲍威尔我们的主席 绰号渣男 然后我了我了绰号小英 那剩下两位宝门和菲律 宝门的一个发言比较多 然后菲律的话比较少 那所以除去这七位理事会成员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央行行长 那他们会轮流有着一个投票权 那再看哪些成员明年会失去投票权之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在9月份美联储会议里面 那美联储所有成员的一个投票 我们说的一个SEP 那对于隔夜利率的一个预测 那如果我们去看2023年 那一共有19位 6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鹰派的 那他们预计2023年隔夜利率 将会在4.75至5% 那6位相对来说比较中性 然后剩下6位相对来说比较鸽派 还有一位是最最鸽派的 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 彭博他们把这19位全部去对号入座 那对号入座完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那这张图和前面一样 6位6位6位 然后最后面一位 这一位是谁 Brainard 那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副主席 那他的一个预测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各派 那然后我们来看剩下18位 那在这18位里面 那明年将会有7位成员将失去投票权 那这7位里面 其中有3位 现在是非常的银派 那而这3位里面 包括了我们的英王Bowler 那根据Bowler现在的一个预测 那2023年隔夜利率 应该在5%以上 也就是在5%这5.25% 那所以现在Bowler 应该还要往上再移一位 那然后还有另外两位George和Master 那他们明年也将会失去投票权 那然后还有一位相对银派的Mary Daly 我们也经常听到他的发言 那明年的话 他也将失去投票权 所以通过这张图 我们应该可以看出 那明年美联储将会内部的话 进行大换血 那而这一次的一个大换血 非常有可能会把现在相对来说 偏鹰的一个美联储 那变成明年相对来说偏割的一个美联储 那最后我们回到这篇文章 那看一下彭博作的一个总结 那他们说 虽然美联储理事会们 不愿意公开反对这位主席 不愿意反对渣男 那但是美联储主席 也希望在货币政策决定方面 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立场 那即使他的一个观点是少数派 那所以底线是明年 鲍威尔将比较难的去说服所有的成员 那么将利率继续维持在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那么因为明年其他的一些投票成员可能会比较鸽 那所以如果这是委员会的主要情绪 那么他完全有可能朝着更加鸽派的方向前进 那么最后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那么有点暗示鲍威尔有可能会去重挡阿瑟 他当初在70年代所犯下的一个错误 那么因为阿瑟 在1975年也是如此当时的时候他的大多数同事 都是一些比较偏鸽派的成员 那么明年的年初基本上美联储就会 那么把加隔夜利率的这个速度降到25个基点 那么所以接下去明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停止加息 然后就是那么把这一个隔夜利率 那维持在高位到底维持多久 从公司基本面和整体经济来说 那么停止加息并不会让基本面改变 因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隔夜利率和融资成本 那么还会让经济面继续变坏 那么从而把通胀给带下来 那么这才是为什么 那么现在华尔街大多数的一些预测 那么明年标普500的EPS增速还能在4%至5% 那么其实现在去看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预测 那么总之明年的美联储成员将会进行大变动 那么鲍威尔还能不能得到 那么其他成员的一个支持继续保持非常硬派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去验证和拭目以待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亚马逊举债的这条新闻 那么今天亚马逊总共发行了82.5亿的美元拆券 那么原本他们只打算发行70亿美元 那么而且原本他们估计的一个利差是在115个基点 那么但是最终那么他们卖出的一个基点是在95个基点 也就是比他们当初预期的要小 那么并且这个体量也比他们预期的要大 那么所以那么利差比当初预期的要小 体量比当初预期的要大 说明整个市场上起码对于亚马逊的债务 那还是比较抢手的 为什么亚马逊选择在今天举债呢 那因为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那这张图显示的是那投资级别债券的一个利差 那这一个利差越低 那代表整个市场越宽松 那代表企业的一个融资成本就越低 那所以对于亚马逊来说 那他们需要挑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期去举债 那然后去融资 那我把前面那张图放大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白色这条线就是前面那张图里边的一个利差 然后蓝色这条线是10年美债 那因为企业融资的一个成本 那取决于 那他所发行的一个债券到期日期是在多久 那有些可能是5年 有些可能是7年8年10年都有可能 那但是我们就假设拿10年去作为一个标杆 那企业的一个融资成本 就是那么10年美债的一个收益率 就是无风险收益率 然后再加上一个利差 比如说今天收盘10年美债收益率在3.6849 那亚马逊的一个融资成本就是3.6849 加上95个G.0.95 那所以差不多就是在4.67左右 那所以亚马逊为什么选择在今天融资 那是因为我们看一下 那过去一个多月以来 那白色这条线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 那也就是市场的这个利差在下跌 市场更加宽松 那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10年的美债也从最高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 所以对于亚马逊来说 那他们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也是需要去time the market 那所以他们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那这边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我说上一次那苹果融资的一个时间点在哪 那在8月1日也就是这个点 那么蓝色这条线10年美债 几乎是在一个过去七八个月的一个底点 那苹果在那个位置炒到了底 融到了资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看投资级别债券的一个利差呢 那其实就和拉西债券的一个利差相似 那么因为那债券的一个利差 其实和美股的一个走势也是存在的一定的相关性 那么没有美元和股市的一个相关性那么强 但是仍然会给予我们一定的一个指引 就好比这条线里边 白色这条线是投资级别债券的一个利差 然后蓝色这条线是标普500 所以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 就是蓝色这条线标普500在跌的时候 那这个利差在上升 同样利差下降代表市场的一个金融环境宽松 那美股的话上涨虽然不是每一天都负相关 但是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 不过我再想强调是这个趋势其实给我们是一个大方向 如果关注太多或者每天去关注的话 反而有可能会被误导 比如我举个例子 在今年6月份至7月份的时候 利差其实去破了一个新高 而美股在6月15日6月16日破了一个新低之后 有一波反弹 但是接下去美股在短期之内并没有去破新低 而这时候垃圾债权利差是去破了一个新高 所以最后有一个结论是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这段时间以来 整个金融市场已经是比较宽松 甚至于从利差这个角度去看 已经适合今年8月份的时候持平 和今年6月份的时候也持平 所以亚马逊才会选择在当下的话去进行融资 那么接下去会继续宽松 还是接下去会紧缩 取决于明天渣男报外 他到底向市场释放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债券和coinbase的一个债券 那大家最近如果有关心twitter 特别有关心币圈的话 那大家应该会看到说coinbase的一些债券 面值100这个债券 现在可能只值50块只值60块 那间接影射出 那coinbase可能会有破产的一个风险 其实我觉得这中间存在一定的一个误导 那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如果是企业债券的话 影响企业债券的一个价格 主要只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无风险利率的一个波动 或者说美债利率的一个波动 第二点就是企业本身 它的一个利差的一个波动 就好比我们前面看到 现在投资级别的一个债券利差 已经从一个月之前的150 160个基点 跌到现在的113个基点 所以这一个利差也是会浮动 这一个利差的一个浮动 也会影响企业债券的一个价格 而其实今年到现在为止 比较影响企业债价格的 那么更多的是美债收益率的一个上升 比如我们先看coinbase的这个例子 2021年9月13日 他们发行的一个债券那债券的一个到期日 是2031年10年以后 那现在这一个债券的一个面值只有53块钱 那什么意思 那么如果说是在 那coinbase当初发行债券的时候 就以100的一个面值买下这一个债券 那现在这一个债券 如果去二级市场上卖掉的话 那这个债券只值53块钱 那也就是直接浮亏47% 那为什么会浮亏那么多 那因为看一看现在10年每债的一个收益率在多少 那10年每债的一个收益率都在啊3.7%3.8% 那而以coinbase的这一个评级 加上他给的这个coupon 那他的吸引力明显比以前的话小了很多 那所以吸引力小的话 那他的一个价值 他的一个面值的话就需要往下调 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去看苹果 那么在2021年7月29日发行的这一个债券 那当初他们发行的是40年的一个债券 那现在这一个债券的一个面值在多少 68块钱 那也就是当初以100块钱面值买入苹果这一个债券的投资人 那现在去市场上抛掉直接浮亏33%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那苹果这家公司风险更高了 并不是如果苹果公司他风险高的话 那一是会体现在他的一个评级里面 第二点那就会体现在他的一个利差里面 那但是最主要导致苹果的这一个债券 现在浮亏33%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一个97风险 而今年很多债券的一个价格下跌 主要就是因为97风险 其次才是个股的一些利差风险或者破产风险 那就空音贝斯来说 那影响他债券价格最大的一个因素是97 那第二个因素是整个行业 那整个垃圾债券 那整体的一个利差是在上升还是在下跌 那在市场紧缩的情况下 那垃圾债券的这一个利差上升的一个幅度 一定会比投资级别债券上升的一个幅度要大 那所以这是第二个最大的一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才是公司本身 有最近一些币圈的一些事件 那导致空音贝斯的一个风险有可能会上升 那所以从高到低这三点才是影响 空音贝斯债券价格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最后我们快速看一下通胀的一个预期 那上面是美联储的一个预期 那这边现在只有环比的数据出来 那广义通胀在0.47 核心的话在0.51 那但是我去看彭博今天出来的一个预期 那广义和核心分别都是在0.3 那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 那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 那美联储就是上面的这一组数据 那他们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测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偏差 为什么那在我上一次和大家做那cpi指引的时候 我就说我说那美联储他们这一个预测 那并没有把那很多其他的一些通胀因素所算进来 比如说二手车价格 新车价格 那或者说上个月刚刚出现的保险费用 那整确的说那美联储这个cpi 脑卡 那他们只算入了这个能源价格 那所以当其他的一些通胀因素 那对于环比的一个影响比能源价格要大的时候 那美联储的这个通胀预测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偏差 在下一次出cpi之前 那我会抽时间帮大家去对11月份的一个cpi 做一个指引和做一个推测 那到时候我们看一下 那下一个月的cpi会不会是零点三比这高 还是比这低 那我们知道这段时间以来啊 cpi其实非常的不稳定 时不时给我们一个惊喜或者惊吓 但是这段时间以来非常稳定的是 富途默默的一个送股啊 比如说他们现在仍然针对美国的小伙伴在进行15股免费股票的一个赠送 那领取这一个条件只需要开户且入金1000美金 那就可以抽取这15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10美金的一个现金券 那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参加holiday magic 这个抽奖活动最高金额的话达到5万美金 那最后还是想提醒澳洲的小伙伴 那在11月30之前那赠送一股腾讯的活动就要截止 那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描述里面获得更多的内容 好吧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那最后各位CEO别忘了睡前养成点赞好习惯明天见 好 этом